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音乐老师,康老师 那么在这一集系列里面呢 我将与您一起来分享学习关于过度声区该怎么去转换 也就是我们的终声进入高声 该注意哪些部分 该怎么样更好自然,毫无痕迹地去换过这个声呢 今天我将要讲四个部分的主题 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讲到集中 第二个部分呢,就记住你的侯卫和胸腔 在这个时候该注意什么调整 那第三点,就是你的腔体该如何去支撑 第四点呢,如何让你的面罩共鸣这一块更好去表达出来 在四点之前,那我要讲一讲关于这个 中声区和高音区之间的这种转换 这自然声区,我们知道在上节课里面 就是追寻一种不变,一种自然 一种非常放松 这种声音过去呢,听过去你会饱满 那如果你要进入高声的时候呢 如果还是像中声区保持不变一样的话 可能你的高音会很有摇晃或者上不去 因为上节主要针对的是关于你的中声区 关于你的自然声区 那如果你一旦进了高声区 那又怎么去更好去预备调整呢 那今天这一讲里面呢 其实最最重要是关于你在 不要再等到准备上高音的那几个音 你才开始去做调整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有点晚了 这个就好像一把雨伞一样 这把雨伞呢,你看我们打开的时候 慢慢慢慢去打开 那中心这个核心的这根杆 这个杆呢,这好比就是我们的气息 一个声探的位置 那我们支撑开来的呢 慢慢慢慢慢慢去打开 就是你有一种,有一种 就是慢慢调整你的身体 慢慢的一种自然声区 进到一种高音的时候 你要有这种慢慢的舒展 你的胸腔的舒展 还有慢慢慢慢的进入这种头枪 更多的进入头枪的预备 还有包括你的胸身 还有包括你的枪体 该怎么去打开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慢慢来说 那我还是一样 用一个八度的练习 八度呢,更加容易从一个低中 直接穿入高 这样一个过度声区的练习 我用了另一三的字 我们就用一个简单的 就用一个阿 把一个阿练 所以它是一个八度练习 这个八度练习呢 帮助你从这个自然声区 然后跳过高声区 一个你练得好的话 是没有痕迹的 就听过去中音高音都是一样的色彩 一样的音色 好 那我们先说到 接着上节课的东西 我们有些不变的东西 你一定要保持不变 其实绝大部分就是保持 像上节课说的 但是稍稍有点变化了呢 就会有一些集中的变化 那我们还是像复习一样 强调的 那第一个部分 就是你的声音 喉味还是一样 不变的打开 腔体保持还是一样 那气息呢 还是那点气息 不要用太多气息 就是一种很自然 一点气息就够 那这些不变 那我们再加上今天心学呢 第一个 就是你的集中 就让声音尽量的去靠拢 和集中 关系到一个关闭声道 也就是靠近 让这个声音 也就是我们现在 所谓说的关闭声道 其实这个关闭声道 是我们中文翻译过来 是关闭 其实用英文 它close 就是一种接近 就是越来越靠近 就让这个声音的靠近 就让这个声音越来越集中 越来越靠近 它这个呢 是可以直接进入 你的高声部分 一个预备 就越来越集中 越来越集中 以至于你高声的时候 就有一个通线 所以 所谓的这个靠近 那我们有两点 需要注意 第一个 当我们这个胸腔的时候 集中胸腔的时候 就你尽量的往里探一点 而且这包围的枪 你慢慢的 就是你的自然调整 不说一下就 所谓打开 就稍微扩张一点 在这个位置 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再深深的 把这个地方再拉开一点点 这个位置呢 再给深一点点 我们唱一下 那你的中声和高声 就连接很紧密连在一起 就稍微往下 再探声 因为这准备要进入 那些高声 就是过度的声里面的时候 所以这里 就是再集中 这也是再集中一点 没雨之间 还有包括你的胸腔体 再打开一点 那把雨伞 你看 慢慢慢慢慢慢 它不是 一下就打开 就慢慢 我们想慢慢慢慢慢慢的张开一眼 好 还有呢 就是关于 你的侯位 你的侯位这个部分呢 可以在 你看 我们说 边吸 边唱 就是你的侯位呢 尽量在 在 就那么 在你的 吸气 放下来这个状态 就感觉 就再深一点点 再深一点 好 唱一下 在深一点点的时候 这个地方 就可以 好 这个说到第二个部分 关于你的侯位 需要给它再深一点点 那第三个部分 就说到你的腔体 自然在打开一眼 当然保持这个位置 这个腔体 自然保持这个位置 你看 使劲往旁边去张开 而且就是一种 就是一种 自然的伸展出来 就自然的伸展 你看这个 它的声音呢 这个气息在里面 就慢慢就像 长出来一样 而不是一种 拼命的时间 去推啊 或怎么样 就是一种 长出来的感觉 而且这个整个身体 是放松 一种自然 再高一点 也是一样的 所以它整个自然 混合一体 这种过渡声 好 那接下来呢 就要说到你的 这种 上面的 就是你有了下面的支持 对吧 你的气息 会更 就是往下渗透的感觉 就我们说 你的声音 就保持那点气息就够 但是你有一个就是 像往下 整个就越往土里钻 渗透 它是渗透出去 不是直接冲出来 就是慢慢的慢慢的渗透 所以你的这个 气息在下面的帮助 帮给 气息的渗透 再就是你的笑心 用到你的 我们之前说过 无论你唱中 低 高 当然你的 这上面的 面罩的共鸣 就是所谓的 这块共鸣 还是需要的 所以或多或少 你需要怎么样去协调 看怎么样去帮助 好 再回过来 刚才我们说到你的 笑肌 面罩共鸣 所以也是一样 那我们也一样 用这个练声加进去 好 我们再练一个 就把这四点 所以几种 后位再深一点 然后后鸣 把我们的胸墙的位置 再 就是打开一点 然后下面的气息 就是往下 这是一点够了 但是不要去加强 但是这个位置的感觉 就是往下的感觉 把额外再讲一点 就是关于练习这个 啊 其实你可以在 哦的感觉 让它竖一点 我们说 你的关闭声道呢 其实也是一个 把声音尽量集中 让它带 带哦一点 就有一点像哦 练这个啊的时候 又带哦 就进入这个 上面的高声区的时候呢 它是就是一个统一 所以这叫过度声 刚才我练到这个一 基本上是 无论男中 女中还是进入一个 或者男高 那这里自然声区 会包括进入这个 过度声的时候 其实你需要更多一些 这个调整 就是你的腔体的调整 包括你的集中性 还有包括你的 这个位置 还有你的这一块字 就是你的面部 校肌这一块 要更加的放开 所以这样的话 一进入那个头枪共鸣 你就整个声区很自然 进入了非常顺利 所以今天我就讲到 过度声区 也是我们一个混声区 还有就是关闭声道 好的 谢谢您 如果您喜欢我的 这个教学视频 欢迎您点赞 及分享 如果您还没有点击 订阅我的频道的 欢迎您点击订阅 并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 我接下来的精彩的内容 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见 好 拜拜 拜拜